20年了没被打过 张玉浩老师感谢你让我知道 你已经离开了青曲社 这是著名相声演员苗富 在社交账号上的晒图配文 从图片上也能看出 苗富老师的右脸有抓痕 应该是被人打的 而打他的人正是张玉浩 事件发生在深圳第二届 非一相声大会的后台 虽说在相声界 面和亲不和那是常有的事 但这么明显的摆到 台面上的动手打人 应该是头一遭 都是文化人 怎么还舞斗起来了 而苗富发到网上 本来是想得到大家的同情 然后一起来声讨 王玉浩的所作所为 小蒜白在心里 打得噼里啪啦作响 没想到网友们 根本不吃这一套 大家都觉得 男人之间被打了 但凡有一点血性 都要打掉牙和血吞 当然这不是值得提倡的 苗富不仅没有家仇 不可外扬 反而公之于天下 所以收到的也不是同情 而是一连串的嘲讽 估计苗富本人 也是后悔的不要不要的 联网将该条消息删除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苗富挨打 还发到网上博同情 而当时的江坤 原本组织主流巷上演员 一起演出 是想要表达行业的团结 而苗富这一出 直接将矛盾公开化 这不是让江老师 下不来台吗 但话又说回来 之前都是清取社的同事 玉浩为何会打苗富呢 甚至还打的是老东家 而伴随这个问题 同时揭开了相声界的折羞部 张玉浩作为相声界的新锐演员 跟搭档卢欣通过 《笑江湖》节目火了起来 并且成立了相声新势力社团 但他们二人之前 都属于清取社 一直在苗富的管辖之下 就像老郭说过的那句 演戏盼着能得奖 说相声盼死同行 而相声界也讲究着排行和规矩 他们在清取社时 苗富是大东家 张玉浩是小弟 无论苗富做什么 他都不能动手 而自从如新玉浩 参加《笑江湖》之后 老郭也对这对年轻相声演员 青睐有加 多次公开邀请 二位加盟德云社 虽然苗富和郭德纲 并未正面交锋 但同行就是敌人 他们两位的关系 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郭德纲好像把手 伸向了清取社 苗富自然不高兴 当时的如新玉浩 拒绝德云社的邀约 但是后来 还是离开了清取社 但成立的社团 相声新势力也开在心安 试图从清取社分一枚羹 但这也不足以将气氛 激化到动手打人 另外 在打人事件之前 卢新的师父 也是郁浩的义父郑宏伟 据说 被清取社总经理王省打了 这事也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于是郑宏伟一气之下 退出清取社 转身加入了相声新势力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 相声新势力和清取社 算是彻底结下了梁子 有人猜测 这应该是苗妇和张玉浩 在后台相遇 冤家路窄 从而闹出些许不愉快 所以张玉浩才动手打了苗妇 为自己义父报了挨打之仇 你搭档打了我义父 你替你搭档挨打 老铁没毛病 但这都是大家的猜测 很多网友也跑到玉浩微博下 留言询问原因 他只是写道 英国有循环 阴阳自流转 没想到最近这个原因才曝光 苗妇被打 完全是因为自己说错话 在去年演出活动原版结束之后 同行知己难免相聚 也都会喝点小酒 增进一下感情 顺道 讨论一下如何打倒那个谁 开个玩笑啊 而苗妇就在不知不觉中 喝的有点多 这正好也确实路窄 碰到了张玉浩 而苗妇对于他退社 一直耿耿于怀 处于面核心不合的状态 嘴一凸落就来上一句 你个播音主持的 也配出来说相声 这明显就有点不尊重人 而苗妇心里一直认定 玉浩不敢对他怎么样 毕竟自己的实力在先放着呢 但万万没有想到 玉浩抬手将胳膊抡圆了 啪唧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一个不过眼 抬起手来 啪唧又是一大嘴巴子 苗妇瞬间就蒙圈了 上去就要干仗 多亏旁边的人多 赶紧拦住了双方 才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 整件事看来 还是苗妇说错话在些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既然自家人想出去闯到了 就可以好好地祝福 这样两方的脸上也都有面 没必要这么多年都憋在心里 见了面还冷嘲热讽呢 网友们也都觉得 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 但事事无常 后来在苗妇领衔下的西安相声界 还能看到相声新势力在内 看来从演出的角度讲 这也算握手言和了 毕竟 大本营都西安 抬头不见低头见 化干戈为玉帛 布施为一种好的选择 其实每个行业内都会有竞争 有竞争力才能有发展 作为观众还是期待他们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声效语 把相声行业发扬光大 这才是王道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富老能容我 长按点赞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